古代皇帝与皇后的洞房之夜是怎样的? 介密那些不为人知的洞房习俗 皇后其实很痛苦 春宵一刻值千金 画有清香月有音 歌管楼台声细细 秋千苑落叶沉沉 这是北宋著名诗人苏氏 一手快指人口的七诀 春宵一刻值千金 对于普天之下寻常的黎民百姓是如此 而对于那些一朝选入君王策皇后嫔妃也概莫能脉 尤其是那些入选为正宫的皇后 更是十分珍惜着来之不易的大婚时刻的洞房花竹之夜 那么皇帝的洞房是怎样呢? 皇后为什么会痛苦 接下来就和瑞丽氏一起聊聊吧 订阅我 了解更多不为人知的趣味历史 古代皇帝大都拥有三宫六院七十二妃 但是皇帝一般一生也只能结一次婚 结之大婚 不过也有例外 如果哪位皇后被废了 皇帝就还有可能再来一次大婚的机会 也就是说另有一位美丽女子就要欢赌皇宫大内新婚的洞房之夜 如清顺之皇帝芙林第一位皇后波尔基基特侍 因与政治意不合便被降位了敬妃 于是另一个女人便走入了洞房 这第二位女人就是校会皇后 除了皇后外 后宫的嫔妃再多 也难享受大婚的排场 顺之时的董厄妃 虽然宠贯后宫 但是也只能悄悄地被迎接进宫 而不是迎娶进宫 连册封都不敢于智 册封时不设鲁布 不奏乐 王 贝勒 贝子 公等 不次朝贺礼 所以皇帝的后宫的嫔妃 除了皇后这位正妻外 其他都是不需要大婚的妾室 一个美丽的女人进入皇帝的后宫 而成为母仪天下的皇后 与民间百姓结婚在程序上大体相同 一般也要遵守礼记中约定的六礼 吉纳采 问明 纳吉 纳征 告妻 亲盈 不同的是皇家的大婚仪式 更为隆重和讲究 被选上皇后的女方 也能接到皇帝派人送来彩礼 但皇帝绝不会亲自去迎亲 而是让皇后的娘家人 隆重地送上门 皇帝彩礼对皇后的娘家人来说 是一份真正的厚礼 如在汉代 锦黄金就要送万金以上 东汉时全臣梁继的女儿 被选上皇后时 汉皇帝留置聘黄金二万金 纳采燕碧成马数博 一如旧点 礼金翻了一倍 实际上在完成六礼的每一个过程中 皇帝家都要送彩礼 皇帝即便想多接几次 也是不是那么随便的 要花大价钱的 皇后与皇帝结婚时 也要进洞房 但与民间洞房的习俗不一样 皇后与皇帝结婚的洞房 并不在皇帝自己原来的寝宫内 也没有固定的洞房 一般都把举行仪式的地方 当作大婚之夜的洞房 明清两朝皇帝结婚一般 在昆宁宫举行 昆宁宫是皇宫中后三宫的第三宫 在明朝是皇后的寝宫 清朝时将东面两间设为皇帝大婚时的洞房 西面五间则改为祭祀 撒满礁的神堂 清朝皇帝大婚迎娶皇后的礼仪相当隆重 也极为讲究 新皇后要从大清门被抬进来 经天安门 五门直至后宫 而一般妃嫔进宫 只能走子进城后门审五门 晚清母依天下的慈禧太后 也未能从大清门走进来 这成了她一生中心头的痛 慈禧当初仅是嫔妃 公元1851年以秀女被选入宫 先称贵人 后号易贵人 因得咸丰皇帝宠幸 公元1854年进封为一嫔 虽然母依子贵 亲儿子宰纯后来做了皇帝 但也改变不了 她与咸丰皇帝那段的婚事 所以后来 儿媳妇阿鲁特氏 也就是同治皇帝的皇后 仅仅是奴才是从大清门 抬进来的的一句话 便惹恼了慈禧太后 同治皇帝死后不久 慈禧便逼她自杀殉葬 皇后与皇帝的洞房 比寻常百姓家的 要高档豪华多了 但也不能缅贴红霜喜 喜庆对联的习俗 洞房的主题也是大红色 形成红光硬灰 喜气盈盈的气氛 床前会挂白子杖 铺上会放白子被 就是绣了一百个神态 各一小孩子的杖子和被子 床头悬挂大红段 绣龙凤双洗的床漫 帝王之家也希望多子多福 随唐时 皇宫大内的洞房 不仅要铺设地毯 而且要设置多重屏障 龙凤大洗床的四周有布漫 可见当时 皇宫洞房的私密性很好 在清朝 洞房一般设在昆宁宫的东暖阁 墙壁都是用红漆及银书铜油修饰的 洞房门前吊着一盏双洗字大宫灯 油金色的大红门上 有年金利粉的双洗字 门的上方为一草书的大寿字 门旁墙上一长幅对联直落地面 从昆宁宫正门进入东暖阁的门口 以及洞房外东侧 过道里各树立一座大红乡 金色木影壁 来取地后 何景和开门见喜之意 洞房纳金玉珍宝 富丽堂皇 东暖阁围长两间 东面靠北墙为皇帝宝座 右手边有象征吉祥如意的玉如异柄 前沿通莲大炕一座 炕两边为紫檀雕龙凤 炕脊上有磁瓶 宝气等陈设 炕前左边长脊上 陈设一对双洗桌灯 东暖阁内西北角安放龙凤洗床 洗床上铺着厚厚实实的红断龙凤双洗字 大炕入 床上用品有明黄断和珠红彩断的洗背 洗枕 其图案优美 绣工精细 正中是一幅牡丹花卉图 靠墙放着一对白宝如意柜 现在故宫开放了 有机会大家可以去看看这间皇帝的洞房 皇后与皇帝的大婚 自然没有闹洞房的规矩 但礼节是少不了的 那皇后与皇帝入洞房后 首先要做什么 在民间 新郎新娘一入洞房 可能就急不可耐地上床了 皇后与皇帝可不行 得把全套的活动进行完毕 才能共度春宵 据新唐书李月之八 卷是八皇帝纳皇后条款的记载 堂帝后的大婚相当复杂 入洞房后 先要祭拜神灵 向天 地 祖宗表达敬意 实际上 这种祭拜活动在进洞房前就开始祭了 要入同老喜 婚后数天也都要进行不同性质的祭拜活动 在新房东房间的西窗下设有餐桌 桌前列有像征服期同席宴餐的豆 鞭 鬼 蓝 祖 这一次与民间以后吃一锅饭是一个意思 进入洞房后的祭拜活动 在行喝锦礼前进行 是夫妻俩一起祭 这每祭一次 新人便要一起吃一次饭 这样真的 到了上床前肚子也饱了 不至于实色两机了 因为饮了点酒 还可以把双方的情绪调节到位 也算是上床前的一种调情手段 所谓的喝锦礼 就是民间所谓的喝交杯酒 喝锦 本意是把剖开的互合为一体 古时多用之成酒 把地 后各自户内的酒掺和到一起 共饮 集市 和解 这种交杯酒 可不是现代婚礼上 互饮对方的酒杯 而是各自喝掺到一起的酒 现在的喝交杯酒形式 应该是闹心房的产物 当然 行喝锦礼后 就是喝了交杯酒后 下面该上床了 但是皇帝当新郎官 那床可不能随随便便就上的 要分先后顺序的 唐朝皇帝 纳皇后 入洞房是这样上床的 上以北面贵 奏称 礼弼 兴 帝 后聚兴 上公引皇帝入东房 试免服 玉长服 上公引皇后入卧 托服 上公引皇帝入 上石撤传 设于东房 如初 皇后从者 郡皇帝之传 皇帝试者 郡皇后之传 皇宫的洞房之夜 新婚的皇后 与皇帝 喝了交杯酒后 皇帝被侍寝的工人 带到房间 脱下免服 换上便衣 而皇后先被工人 引入帐内 工人先将 她的礼服脱了 这才把这便衣的 皇帝引入内 与皇后睡到一张床上 共度花烛凉消 在清朝 皇帝大婚 入洞房上床前 讲究更多 清皇是满族 兴奉萨满教 但祭拜神灵 也是少不了的 如还要跨火盆什么的 上床前要到 洞房西旁的神堂 祭拜神灵 祭祀仪式 由一名萨满老婆子主持 皇后入洞房不久 皇帝一身穿龙袍急服 由晋之亲王 从乾清宫办 送至昆明宫 接去皇后头上盖金后 皇帝与皇后 同坐龙凤洗床上 内务府女官 在床上放置铜盆 以缘合成子孙波波攻陷 这子孙波波 是一种面食 就是一种特制的小水饺 然后设座如河燕桌 公主 女官攻请帝 后相对而坐 由福晋四人攻势 何锦燕 何锦燕上 帝 后队饮浇杯酒 这是殿外窗前 有结发侍卫夫妇 用满语唱 交住歌 合进里程 然后坐账 晚上 内务府女官 福晋等侍候地 后吃长寿面 面吃完了 皇后按规矩 先脱光衣服上床 然后皇帝再脱衣上床 这样皇后与皇帝 才能开始享受 男女的雨水之欢 洞房花竹叶 金榜提名时 九早逢甘雨 她相遇故知 此乃人生似大乐事也 但对皇后而言 大婚往往是一种政治婚姻 有时很痛苦 也很无奈 难以体会稻动 防花竹之夜的雨水之欢 皇后与皇帝 平日并不住在一起 大婚后的一段时间 可天天晚上住在一起 同床共眠 如清宫有规定 大婚后 皇帝皇后 在昆宁宫东暖阁住满一个月 然后个人就要回到各自的寝宫 但清代的皇帝中 真正住满一月的 只有康熙皇帝一人 同志皇帝只住了两天 光绪皇帝也不过住了六天 而末代皇帝宣同溥仪的 大婚是在退位后才举行的 不过也与其他的皇帝隆重的大婚无异 但他当晚便移居养心殿的体顺堂 感觉在洞房不习惯不舒服 致使两位同入洞房的新娘子 一整夜都 没能和溥仪上床 在清代诸位皇后中 在洞房最难过的当时光绪的龙玉皇后 光绪皇帝在洞房内心事重重 根本不想与自己的表姐龙玉皇后上床 最后他趴在龙玉皇后的怀里浩涛 大哭 表示只能永远敬重她 大婚以后 好长时间光绪不跟龙玉皇后同床 原来光绪最爱的是真妃 但慈禧却逼着她娶了表姐 龙玉皇后无疑是这场政治婚姻的牺牲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